位在玉里镇自强路上的罗姓屋主是国有财产局的合法租户 政公所近年来新办自强路的拓宽工程 需要移植罗姓屋主所种植具有经济价值的树木 政长龚文俊表示 丈量树木尺寸和大小之后 将会依照县政府的规定赔偿给罗姓屋主的损失 位在玉里镇自强路的罗姓屋主是国有财产局的合法租户 公所近年新办的自强路拓宽工程 需要移植罗姓屋主所种植具有经济价值的树木 公文俊表示 丈量树木尺寸以及大小后 将依照县政府的规定赔偿给罗姓屋主 地上也种了不少价值不菲的一些 比方太古格力跟萧南这些树种 所以依法 今天我们就是依法来做盘点以及丈量 那么对于这些树种未来的移除的补偿 给补偿 那让民众也能够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之下 那公所能够合法跟合理的这个致富的情况之下 让这个案子能够顺利来落幕 对于公所的赔偿做法 罗姓屋主表示十分满意 也说等待赔偿结束后会积极配合 公所将树木移植 好让拓宽工程能够顺利拆迁 接触进行 公文俊强调 在赔偿过后 公所将全速推动工程进行 使道路拓宽更有效率 记者高雄双玉璃镇采访报导 公所将全速推动工程能够顺利拓宽